从睡姿看寒湿体质。 肚子温度比这部位低也要注意。 睡姿能察觉寒湿体质。 有两种方法,帮你判断自己是否属于寒性体质。 一种是体温低,另一种是手脚、肚子和腰部、屁股等处,总是觉得冰冰冷冷的。 现在正阅读这本书的你,若摸摸自己身体后觉得,没问题,是温暖的,不妨在早上起床后,请示住再做一次以下的实验。 请来之后,立刻把手夹在叶下,并记住这个温度。 接住,用刚刚那只手放在肚子上。 这时候,是肚子的温度较高呢?还是腋下的温度较高呢? 。 如果觉得肚子的温度较低,那你就是寒性体质。 。 此外,整夜睡姿固定,睡向好的人,其实也有可能属于寒性体质。 。 事实上,人类在睡眠期间,本来就会为了消除身体的酸痛或疲劳,而在无意识中变换许多姿势。 。 一般来说,体温会让被子变热,而身体为了躲避热的感觉,就会经常移动位置,变换睡姿。 。 请看看小孩子的睡姿。 。 因为他们体内细胞很年轻,活力十足,一直保持住热力,所以睡觉时,总是在被子上翻来覆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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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,如果想要改变睡姿,但实际上却难以改变,可能会使身体承受较大的压力。 因此,有些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,睡得再久还是无法消除疲劳,很可能就是因为体寒而不能经常改变睡姿所致。 按摩片,血脂道疗法,刺激末梢循环。 在我还没自己开业之前,遇见了血脂道疗法的继承者是古梁子老师。 这是从平安京时代开始变质单传义字的民间疗法。 血脂道疗法有两个重点,一,促进血液循环。 二,改善压迫血管的肌肉扭曲,姿势不正,消除压力。 透过手脚的保养,让身体的血流顺畅,精神饱满。 第一次见到世古老师时,他就示范了一套指甲保养法给我看。 各位也请好好看看自己的指甲。 一般习惯使用普通指甲检修前者,当指甲流长后,指甲的左右和尖端会卷取,指尖会略微感到有压迫感。 但是,血脂道疗法传授的事就算指甲流长后,也不会卷取的减指甲方法。 这个方法既不会压迫指甲末梢的血流,还能促进血液循环。 这实在是太厉害了,此次经验让我耳目一新,甚至到现在仍和世古老师有联系。 此外,世古老师也设计了女性专用的内衣。 从血脂道疗法概念而生的内衣,为了让乳房的三角肌和大胸肌往下压时不会压迫血管,在设计上主时费了一番功夫。 因为是女性专用内衣,所以很遗憾的,我无法发表任何想法,但听说穿了以后会觉得上半身很轻盈,两肩有突然向上提的感觉。 虽然这种简直加的方法,必须要有专门的人协助才可达成,不过,我还另外从世古老师那里学到了谁都能做的简易按摩法,只要确实执行,就可以温暖身体。 适度前部摩擦法,强化免疫力。 除此之外,一般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按摩法,可以说是前部摩擦法。 这是一种用前毛巾摩擦皮肤的健康法,据说可以强化免疫力和调节自律神经,被认为是可以预防感冒的民间疗法。 很多人对前部摩擦法的印象是在寒冷的冬天夜晚,裸露上半身实行,但可千万不能莽撞的乱缩。 在寒冷的天气下进行前部摩擦法,只对原本就健康的人才有效。 健康的人感到寒冷时,呼吸数和心跳数会上升,体温会自然调节。 然而,不健康这体内不会出现此种机能,就算再怎么摩擦身体,血管还是会疏的收缩,让血液循环恶化,甚至还会感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